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车辆的要求也越来越丰富 各大品牌也相继推出高端车型 只为带给消费者们更完美的用车体验 就拿蒙娜丽莎来说吧 你们知道这辆价值200万的豪车到底有多牛吗 据说埃尔法在他面前也会稍训一筹 竟不敢叫自己头等舱 一直以来 大家对于这款蒙娜丽莎 都是处于听说过没见过的状态 因为他很难买到现货 就跟奔驰麦巴赫S680一样 都必须先下订单 然后才开始生产 这样车主一般得等一个月左右才能拿到爱车 蒙娜丽莎是在埃尔法的基础上 加以高端定制而制造出来的 它采用的是3.5升V6自然吸气发动机 并配备了发速变速箱 从外观上来看 车头是选用了从日本进口来的大包围造型 下唇采用镀铬设计 显得极具攻击性 从而使得整个车头更具立体感 然而外观并不是蒙娜丽莎的全部优点 它的内饰才是整个车的精华所在 车内安装了两把原装进口的航空手掌系座椅 这种座椅具有记忆位置的功能 还可以通风和加热 而且角脱的角度也能够加以调整 可以说是十分的奢侈 最重要的是 车内很多地方都采用了一种顶级工艺 叫做墨金工艺 这最早来源于唐朝时期 一种将涂料与贵金属粉箱结合 再加以手工描绘的工艺 后来被日本人加以改良 就成了现在的墨金工艺 利用这种技术 可以让车的内饰更具优良质感 并给人一种华丽的视觉效果 瞬间提升了整个车的档次 除了小编所介绍的几点外 蒙娜丽莎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地方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不过小编估计大家是很难看到现货 要看只能在网上看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